生命不息,电影不值 哈喽大家好,我是虎子哥 一直专注于自己特色影视结束的小老虎 本期为大家介绍一部奔走14000公里逃离人间地狱的剧情电影 根据真人故事改编 二战时期,作为军官的男主 出征之际得知妻子怀了个儿子 为了儿子,男主答应一定会活着回来 不料,男主被敌军抓走,判了25年的劳改 被押送到严寒的西伯利亚最东部 离家将近14000公里 途中,球车停在一个补给站 只见众人被迫扔下死掉的同伴 准备着少量的木材运来取暖 就连伙食的分配都十分稀少 一人两条生鱼,饿了,吃上一小口 可能就刮上一勺沾接的戏剂 好不容易到达终点站后 众人又要徒步行走上百公里 才能到达一个被冻结的岛屿上 在路上,依然有被饿死,还有被打死 甚至因为冰跌破,跌进海里淹死的 经过几天几夜的奔走后 众人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在点名时,一名小伙因为交头机儿 被监狱长直接扒光衣服,留在了原地 男主想要帮助,却被监狱长阻止 他只能眼看着小伙被活活冻死 男主因为机械室的身份 被监狱长安排修理运输机 等了足足两年在运输机修好的第一时间 通过运输机来到了矿车上逃跑 可下一秒就被巡逻兵抓个正招 被关在地洞一天一夜 而同伴也因为男主被磕磕了一天的伙食 为了泄愤直接将男主打个半死 倒霉的男主却因此遇到了一名德国医生 而德国医生一早就计划了逃跑 并将计划告诉想要逃跑的男主 可到了准备逃跑时 医生却选择留了下来 原来医生患上了癌症 只是希望男主回到家乡后 替自己看望一下家中的妻子 于是男主带着医生事先备好的资源 开启了逃亡之路 而医生却用自杀结束了生命 经过几天几夜的逃亡之后 男主突然遇到了嗖不及天的寻兵 意外的是 寻兵因为疲劳过度 愣是没看见男主 吓坏的男主也因此躲过了一劲 随着时间的流逝 干粮已经被男主吃得一干二净 却仍然没有走出极寒的血缘 寒冷 饥饿 惊恐 以及绝望 都在狠狠地摧残着男主 看到虚幻的北极光 男主早已没有了时间的概念 只有往日的记忆和对妻子的承诺 就在这彻底绝望时 男主发现一只欣赏雪景的海狮 在打中海事的瞬间 终于可以疯狂地笑了出来 最终一颗小树苗的出现 重新点燃了男主的希望 男主终于离开千里雪原 来到了陆地 一路上 男主经历过暴风雪 险些丧命 遭遇过西伯利亚猎人的抛弃 遇到过恶狼 并在蒙古人的帮助下捡回一条命 还被赠予一只哈士奇 因为通缉令和悬掌金 被牧场厂长出卖 好在有哈士奇的帮助 才能逃脱 此后 男主见人就躲 只能走小路 本该善良的心 也变得麻木起来 并在巴车离开时 谋杀了一名 想要逮捕自己的司机 因为饿得不行 男主还是来到了一个街区 寻找食物 却意外从中亚人那里 得到了一口干粮 还在一名波兰犹太人的帮助下 拿到了一份旅游签证 抵达伊朗后 男主却被控间谍罪 入狱三年 影片最后 男主终于回到了熟悉的故乡 回到了亲眼的身边 本片上于2001年 改编自一个真实的逃亡故事 曾获多项国际大奖 实际销身课的救赎之后 又一出经典逃亡 经受生存的考验 见证人性阴暗的电影大片 我是胡子哥 一直专注于自己特色影视结束的小老虎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关注转发 让我们下期再见